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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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干 我不许别人碰你 继续干 这一巴掌 我受着 你让我清醒了 创世纪 被你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你 是你让我知道 我什么都不是 连这一巴掌 我都没有机会立刻还回去 你们该避免我 你们该避免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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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场 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地方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我并不是想从你身边抢走任一帆 是因为我知道 秦雪刚要对付创世纪 我不想让任一帆受到任何牵连 而他唯一的 离开创世纪的办法就是离开你 我在最后见他的那个晚上 在他的酒里下了一些黏痒 就在那天晚上 你和陈青 你决定要背叛我 我爸爸又永远离开我 我就认识一个子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两千万 我们真的赚了两千万 沫沫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名牌包包 不要这么付钱好不好 买十个 凡凡 你高兴傻了 我们挣两千万了 难道我们所有的财产就只有这些吗 你没事吧 能不能高兴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长那么大 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我也应该高兴才对 是啊 但这些钱跟众星比起来 只不过是个零头 请问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跟季旭冈对抗 一帆哥 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 胖子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总有一天可以打败季旭冈的 总有一天 什么时候 等什么 我可以等 但是叶琳不能等 对不起 扫大家信了 我先走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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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喂 你好 哦 好的 好的 那我马上去面试 谢谢啊 谢谢 好 再见 小姐 我看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你好 主任 我求你了 你相信我 我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 但是依你的条件 我们公司真的不需要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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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叶琳 嗯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找你聊一聊 好啊 好啊 谢谢 没想到我现在这么狼狈吧 为什么不让一凡帮你 不想找她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 无论她有多痛苦 多失败 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男人 肯真心真意地对她 为她付出 为她奋斗 那这个女人 就值得被羡慕的 任一凡奋斗 现在已经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本来就是一个 有想法 又执着的人 你这么关心她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她 不用不好意思或者尴尬 我可以接受的 那你现在也可以承认 你还喜欢她吗 你要相信 一个没有工作 没有生活保障的人 是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事情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恋爱是件很奢侈的事 即使要谈感情的话 也应该不会是任一凡吧 我们之间太复杂了 隔阂太多了 你跟我想象中的那个 任一凡爱日的夜灵 完全不一样 我本来就跟以前不一样 今天你不是看到了吗 不过 真心实意地说 如果你喜欢她 就要好好地把握她 所以说 我们现在是举办一个 转赠仪式是吗 你 你这样说我 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 当然不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你肯把她让给我 那她的心呢 就肯放在我身上了吗 是 我是喜欢任一凡 但那是我自己 一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挺贱的 我喜欢她 是那个深爱着你的她 是那个愿意为了你 不顾一切冒着风险 甚至是飞蛾扑火的她 而你呢 你让我太失望了 你罔顾任一凡 这么爱你 你到现在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都不知道 她身上最可爱的优点 是什么 我跟她朋友这么久 说真的 我真挺嫉妒你的 因为我要亲眼看到 她每一次 为你的事情 失落 担心 焦虑 你在她的生命里面 占据了一个 甚至连她自己 都意识不到的地方 你很傻 你真的很傻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你 我知道她爱我 我会拼命拼命地抓住她 我不会再让她离开我 我不管我们以前 发生过什么 我不会给自己以后后悔的机会 余生的光影 可惜不是你 只为戒掉你 我努力强迫自己 不问不听你心的消息 有关你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要退出的话 那么退出的人应该是我 对不起 我先走了 拥抱我的亲密 全变成距离 不用了 我不回家吃饭了 你们不用等我 说了不用等我啦 一句句歌词都是我的剧情 你只路过爱意 却拯救所有记忆 余生的谎言 我失恋了 只为戒掉你 我努力强迫自己 不问不听你心的消息 有关你的话语 我尽量放你 我必须强迫自己 学着抽离 爱过的证据 拥抱我的经意 全变成距离 我努力强迫自己 不问不听 内心的消息 有关你的话语 我尽量逃避 我必须强迫自己 学着抽离 爱过的证据 拥抱我的经意 全变成距离 我尽量于发挥 我尽量于出品 这套游丰益 我尽量于出品 最高的一年 也许多了 我尽量于代表 准备 你就放心吧 没问题 行 来 这边请 你干嘛去了 赶紧吃饭吧 范范 嗯 火狼设计公司 有印象吗 之前我们做恒太案子的时候 还接触过了那家 特别小的一个公司 我今天下午刚去过 怎么了 今天下午我在他们老总办公室里看到 叶玲的简历了 真的假的 那个公司才会去 堂堂创世纪的接班人 现在这样了 放谁心里都不好受啊 不管大小 有公司就是好的嘛 叶玲姐自尊心这么强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扛不住的 干着 啊 你就让他去吧 我没有不让他去 我只是想说 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 一帆哥和叶玲要走到一起 后面的路指不定有多长呢 请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清调的 是吗 任总 你放心 你推荐的人 我肯定不会撂面子 谢谢王总 话又说回来 上次你们拒绝与我们公司合作的这件事情 实在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王总 这当中肯定是有点小误会 但是这一次啊 有一家新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也需要户外广告植入的一些项目 这样吧 到时候我给你电话 沈总 我可是等着你这句话呢 好 到时候电话联系啊 好的 王总 忘了一件事 最后不要跟他说 我来过这儿 放心吧 再见啊 走了 听众 你 我可以的 虽然说我起点高 但是我可以从基层做起 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我会努力的 薪水方面 我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只要够我的基本生活就行了 我也可以加班 我可以在这工作 我也可以把工作带回家做 我都可以的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对不起 您说 你要愿意落 我就愿意接 不好意思王总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金凤凰 愿意落到我这个小庙里 那我们就愿意接收你 金凤凰 我不做金凤凰 我就做一个普通的人工就行了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要求 我没有任何要求 什么要求都没有 您是决定用了吗 反悔了 没有 我没有反悔 谢谢王总 谢谢您 谢谢您 太谢谢您了 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的 好 明天来上班 好 我一定准时来上班 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放心 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我一定会来的 谢谢您 对不起 你明天准时到人事部报道 我最讨厌别人迟到 您放心吧 我不会迟到的 那行 那明天准时来上班 谢谢 谢谢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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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谢谢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应该更适合戴这条 没想到你还能这么平心静气的跟我聊天说话 刚才看你选项链的样子 幸快当初把你给甩了 我以前可从来没给她买过东西 我不是怪你 咱俩早晚会走到这一步 对了 上次跟你分开以后听说 你跟任亦凡在一起 她爱的是叶玲 心里全都被叶玲占绝了 所以啊 我跟她只能做朋友 以前跟你谈恋的时候没有看透这一点 现在看透了 所以可以给你和你的新的女朋友选项链 我要走了 去哪儿啊 我让我爸给我换了个城市找份工作 在家里面大闹天工 娶了他们好半天他们才肯答应我 我就是想换个新的环境 接触新的人 开始新的生活 借口吧 你是想换个地方 这样比较容易忘记一个人 我以前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啊 你还有这种特异功能 能看穿人心啊 在别人眼里 你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坏人哦 但在我的眼里不是 你对感情上的那片执着 挺让我钦佩的 试试看吧 用正常人的方式谈恋爱 或许他能够接受你多一点 记住 感情不是打仗 更不是做生意 不是说 拼个你死我活就有个谁输谁赢的 说了这么多 就算是临别忠告吧 对 拜拜 烦死了 每次都来这个地方 这所有的桌子我们都坐遍了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好在也是有千万身家的人了 每次还坐在这儿 你想想看能不能去些高档的地方 让我享受高档的生活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真抠 抠什么抠啊 一帆哥说了 现在咱们就应该加油努力 节省资金 这样才能成功 哪能像你说的那样夜夜声歌啊 再说了 来这儿吃饭 老板还能给我们的酒水打个折 送我们这么多免费小吃 你计较什么呢 白白你听听你听听 我跟你说 以后绝对不能找这种人做你什么财务总监了 知道吗 我们好歹也是未来著名的上市公司 非凡集团的三大创始人 你现在让我们仨做了这种地方 喝着打折的橙汁 吃着免费的花生米 我跟你说 输出去都丢人 你别吃啊 方财务长 表扬一下 但是还是得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像公司以前做的那些小客户小项目太花时间了 我想我们要积累更大的客户下更大的筹码 这样才可以跟季学康对抗 范范 我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 我不能跟你一块去抢银行的 我这里有一个接触到的新项目 我想 接盘银海国际 银海国际 银海国际 你说的就是城中那个三年没人管的烂尾楼 就这种没错 我了解过了 那个项目资金雄厚 只不过三个股东之间意见有分歧 也就是说 我可以说服他们三个 这个项目一旦开盘 回报率在150%到200%之间 回报率高谁都知道 但回报率越高风险也就提高了 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 我可以承担任何的风险 那非凡呢 你是可以承担 但是我们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非凡呢 你舍得他来承担吗 我舍得 可是一帆哥 就算你舍得 咱们公司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资金的 我觉得第一步先把这个项目给谈下来 之后再想办法去弄钱 可以申请融资 任一凡同学 为了一个叫叶玲的女同学 你三番五次鋌而走险 并且拉上你两个最好的朋友 跟你一起来承担 我告诉你 如果有中国好男友评选的话 你一定要去 我第一个为你转身 欢迎你加入我的 家庭 你的梦想是什么 加入你的 家庭 好了 今天的古东会议通过了 来 叫上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倒霉了 你怎么在这 等你喝酒 你们女人呢 我真的发觉挺奇怪 根本不用去猜 也不用想着去猜 说风就是雨 今天喜欢这个地方 明天就喜欢另外一个地方了 不是我们女人的心难猜 是你们不愿意猜我们有些女人的心 一帆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那边工作的手续都办好了 我明天肯定要走的 我们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 你答应我好不好 是吗 抱抱我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你能不能像爸朋友也抱抱我 我希望你能够抱抱我吗 爸爸 爸爸我爸 爸爸我爸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明天别来送我了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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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到幼儿园来干什么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先坐下来坐下 好 接下来就是天使幼儿园的小朋友 为你表演的时刻 来你看 怎么样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就是这种表情 呆呆呆特别可爱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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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了吧 好小朋友们把你们手中的字都念出来 长 听 不 对 解 耶 对不起啊 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又站错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 排了两天了 你为什么老记无诸呢 是你弄的 小朋友们冰淇淋 就没你份了 行行行行 有你份 好等一下啊 你们换一下 你要说 对 对 对了就这样 来 一二三 查 听 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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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不 起 耶 我 知道我以前对你造成的伤害 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看到我 内心对你的愧疚 我知道以前那么做特别傻 一直以来 我都很讨厌过去的自己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愚蠢了 我答应你 你 从此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伤心 也不会再伤害你 更不会对你说 对不起 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这儿吗 明明我就在你出手 离开这里所有的纷纷扰扰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 房子可能会很小 城市可能也会很小 但是我希望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拉着我的手 陪我从城市的这一趟 走到城市的那一趟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我对你的爱 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默默守护同时 又不能多一点奢望 我还剩下多少坚强 才能压抑快奔回 我答应你 把所有的事情办完以后 我就把公司交出去 我们带着所有的钱 所以 你想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给你温暖同时 又必须小心地隐藏 我并不是爱的勉强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默默守护同时 又不能多一点奢望 我还剩下多少坚强 才能压抑快奔回 的疯狂 相信我是你 幸福的未来 你可不可以感受我的存在 但像这个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我也心甘情愿 至少用身份去等待 我对你的爱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给你温暖同时又必须小心地隐藏 我并不是爱的勉强 你可不可以感受你的疯狠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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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直囊括了业绩亏损 分公司停产和股东退股的组合公告 让创世纪集团毫无悬念的出现在了跌停板上 而这三大负面因素的叠加 似乎也在预示着这个昔日凯歌高奏的领军集团出现了日薄西山之势 计划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每一步都是按照我们的设想在推进 越快搞定创世纪就能越早地摆脱它 既总料是如神早晚的赢家都是您 我现在要的是速度 明白 越快越好 明白 对了 你帮我通知美国那边的同事 帮我准备到别墅 别管价钱 最重要的是环境 要有大花园 还有 不许闹沙滩 别超过七分钟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好 高总 您看今天中午 中午不行啊 那高总您今天什么时候 两点三点 可以 没问题 那就 今天下午两点 不见不散 好 谢谢高总 拜拜 来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跟凡凡聊一聊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说我们这不走的对吗 莫莫 你忘了吗 一帆哥当时创立非凡公司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制衡急需纲 他想从外面帮助创世纪 道理谁都明白 话也谁都会说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 银海国际这项目还没有谈下来 就算是谈下来了 对于非凡都是一个考验 你知道吗 非凡随时有可能被扒得体无完肤 连骨头都不剩啊 莫莫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 照一帆哥现在这样的计划 只要有一丁点的闪失 非凡公司就会被银海国际给牵连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成功了呢 人都是这样 好不容易到达一个高度之后 就会担心自己 是不是随时会摔下来 人就是贱了 就喜欢带在半山友 莫莫 咱们现在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也好 还是作为一帆哥的朋友 咱们都应该站在他的身边 帮他打好这一仗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说 如果成功之后 那未来的非凡公司 是不是得插着腰 对现在的非凡公司说 小不点儿 幸亏当初没后悔吧 想通了吗 不想通也得想通啊 不然不是让你看不起我啊 你都已经决定要这么拼了 我当然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了 不然不是辜负你了吗 早就听说任总在圈子里面的人气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你敢这样跟我谈合作 针对于银海国际这个项目 我已经对他有初步的了解和信心了 我觉得只要把他的主体竣工了以后 找到合适的营销点 让我们之间达到共赢的局面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可据我所知 你们非凡毕竟还是一家新公司 我怕你们会担不起这样一件事情啊 没错 就像高总你说的 我们是白手起家的小公司 高总完全可以找一家大公司来合作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银海国际现在的这个状况 根本就没有人敢接 即便有人接了 也绝对不会像我们非凡公司 不计成本的把这个项目做的那么细致 我说话不爱绕弯子 高总你坐 针对于银海国际这个项目 不光是钱的问题 最可怕的是 现在连问的人都没有 怎么卖得出去啊 非凡公司针对于银海国际的这个项目 做出了一个调研报告 觉得这个项目一开始就缺乏大局观 对购房者的理解也不够深入 对市场分析不足 而且营销做的也非常差 以至于产品和项目严重脱节 任总 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基于这个项目呢 因为我们有信心 我们觉得它的机会大于挑战 而且我任一凡已经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 就像高总你说的 我们是一家白手起家的小公司 如果真的看错了 大不了重新再来 任总 我佩服你的魄力啊 可是我还是会有 我最早说过的担心 毕竟你们非凡是一家新公司 想要一下子砸上八千万在这样一个项目里面 不容易吧 不如这样吧 我们定个时间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里面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筹集资金 但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意愿 可思愿 可思愿 好 这事啊 能闹多大就让他们闹多大 但是 记得 公司里的几个股东 都是希望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解决 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怎么解决 创世纪怎么会变成这样 院长 坐下坐下坐下 陈青啊 这个有缘要是没有你的话 恐怕早就关门了 创世纪一手以后 发生的事太多了 太不明白了 我是可惜啊 叶董这一辈子花的心血 就这样毁在了别人的手里了 我们幼儿园呢 就像是个后娘养的孩子 战战兢兢地往前走 说不定啊 哪一天一声呵斥 我们就撑不下去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 你这样我都不成功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以后呢 我每天都来接你下班 我觉得 家屋是可以阿姨做 但是你的饭 我想亲自做 谢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我一会儿有个会 台湾会就能走 我等你 你看我这儿 连个箱子沙发都没有 来来来来 你先坐这儿 我一会儿让人买去 不用 你告诉我 我还会来这儿几次啊 相信我 不用等多久 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如果继续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来管理创世纪的话 创世纪很快就会挂上ST的牌子 甚至是退市 到那个时候 重新集团就会以超低的价格来收购 创世纪 中国股市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创世纪这三个字 变成了重新集团 没有时间了 进入下一个议题 银海集团的老总 对我上次提出的一个建议非常感兴趣 所以呢 我们要尽快补足资金缺口 把合同给签下来 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了 一帆哥 现在这个问题很棘手 我们还有八千万的资金缺口 很难补啊 所以在之后的一两个月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关于银海的这次项目 最好的融资方法有三种 第一 银行贷款 第二 合作开发 第三 短期资金拆借 但是按照时间上来说 前两种都不靠谱 只有第三种 弊端就是 风险太大 莫莫 不介意吧 我们俩这么多年的兄弟 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有病吧 不就一点钱的事吗 你治愈这样吗 任总啊 我佩服你的远见 但是借三千万用一年 可不是小事情啊 任总啊 你这一张口 就像一阵龙卷风啊 周董 上次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所以有关于我们公司的团队 专业以及口碑 我就不用多说了 而且我们非凡公司 从来不会打没有把握的账 嗯 这次我找了专业机构 对银海国际再次做了一次评估 这是评估报表 估值呢 约为八千五百一十二万 所以银行还款到期 哪怕项目没有起色 您都可以把它直接给卖了 对您完全没有害处 嗯 对了 周董 听说您最早是干承包建筑工程的 而且业界对您的团队非常的认可 哦 肥水不留外人田 到时候银海国际的项目施工 还得有劳周董您多多关照 郑达公司五百万 桑科公司五百万 还有卓越理财三百万 够了吗 我们已经筹到七千两百万 只差八百万了 那再努力一把就够了 明天我们三个分头行动 夜长梦多 不能再拖了 好 找我方妮 怎么了 方便 变卦了 好 你别急 听我说 你先回公司 我很快就回来 任总 您有客人 周董 任总 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来 你先坐 说实话 这次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 还让您亲自跑过来一趟 您知道银行这边 崔银海集团的贷款 崔的实在是太急了 而且我又是个急性子 你看 我把合同都带过来了 就是按照上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你的 您先回去看一下 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再做修改 我先喝口水 赵队 是不是 有什么不合适 任总啊 我那天呢 也确实有些草率了 我公司情况 你应该知道的 典型的过路财神 这三千万用一年 时间 确实有些长了 主要是 我在豪生酒店旁边的高级写字楼项目 已经开工了 资金也很紧张 这其中的缺口 也需要向银行贷款 周董 有话 您不妨直说 这个 一言难尽啊 任总 实在不好意思 这笔款 我暂时不能借给您 好 没关系 周董 我已经点菜了 我们先吃饭吧 我下午还有会 这样 我先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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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探查过了 银海国际冷清了很多 周围的绿色围网还在 不过没有工人在作业 我让你办的事 你都办了吗 都按您的指示办了 所有答应借给 任一凡钱的老板 都已经收回了 口头的承诺 很好 任一凡啊 任一凡 你还真是太天真了 要想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今天想吃什么 随便点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生意谈成了 也没有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 你不用操心 最让我高兴的 是你现在天天能来接我下班 其实告诉你 也没关系 是关于任一凡那小子 他想筹八千万 接一个烂尾楼来对付我 就凭他 也想筹八千万 别说他筹不着 就算他筹着了 也没用 我们放过任一凡吧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这样做 只会让自己越走越远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头看看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开工没有回头接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哭心 可是我不想再让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了 你怕了 对 我是怕了 我怕最后受到伤害的那个人是你自己 你放心吧 我不可能让天下人看我急需刚的笑话 我更不会让你再受半点伤害 服务员 点餐 好的 真想看到你穿上他的乌鸦 真想看到你穿上他的乌鸦 愿老天可怜我一个做父亲的心 补偿你幸福和安稳 喂是陈律师吗 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任总在这 您就是陈律师啊 对 请坐 那么陈律师您今天这么着急来找我 是因为 我受叶先生遗产受益人陈小姐之托 向您教一样东西 另外陈小姐还委托我转告您 希望您勇敢地去做您必须做的事 不要辜负叶董对您的寄托 就这样 服务员 服务员 什么意思 这是季董上次给我的意思 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能接受 我想听听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其实我还是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跟您合作的 不过先做人再做事 我口头和非凡有协议在先 现在他们把资金缺口的问题给解决了 生意人总不能言而无信 我想如果季董在我的位置的话 也会做和我一样的选择吧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抽到资金 已经当面确认过了 任总那边虽说是一搏三折 可还算是功德圆满 那好 我尊重高中的选择 其实我还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跟季董您合作 我们银海现在还在起步的阶段 资金这一块怕是还要您以后大力支持啊 好说 那我就不打扰了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抽到资金 已经当面确认过了 我们去吃什么 你开车能不能慢一点啊 你到底怎么了 继续刚 爸 差点都忘了你的生日 是不敢去想 因为 你去年过生日 好像就在昨天 我借你许愿说 你就希望把你这个烦人的女儿 赶快嫁出去 我真没用 被你宠惯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出去打拼 我什么也不会做 手忙脚乱的 什么也做不好 是不是在你临走的时候 你早就猜到了呀 我真的很没用 现在 除了死守创世纪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其他的 其他的 我也没有办法了 不过 我不会放弃的 今天是叶叔叔的生日 我想来看看他 谢谢你 应该的 应该的 叶叔叔 我知道您看得到 现在非凡公司越做越好 银海的项目要重新启动了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完成您生前的嘱托 对了叶叔叔 现在叶琳 她去了一家新的公司 公司的规模呢 发展中公司 就那样 但是您放心 公司上下 从领导到员工 所有人 对她都很好 对了 叶琳她现在还会做菜了 别说做菜 我打赌 叶叔叔你肯定没有看到过 叶琳她 左手拿着一只鸭 右手抱着一捆菜的样子 你先别管她做的好不好吃吧 反正她那个样子 我想想都觉得好像 静静那个自己 失去爱的表情 默示又熟悉 想念始终一句 你不好的心 你是怎么想的 世上几句 听你也失恋歌曲 一句句歌词都是我的剧情 你只路过而已 却占据所有记忆 你还在等我 你还在等我 其实我是想说我现在回来 还来得及吗 永远都来得及 不听你心的消息 那 你不生我的气了 怎么会呢 把什么事情都问清楚了 把心中的盈利都打开了 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但 缺着抽离 爱过的坚决 爱过的坚决 我知道 我给了你很多负担 所以 去吧 我相信你 我必须给你 给我 给他 一个 共同的机会 我尽量逃避 我必须强迫自己 却着抽离 爱过的坚决 拥抱过的情依 全变成距离 几位叔叔 谢谢你们今天赏脸过来 我先干为敬 叶玲 你放心 创世纪 在我们这几个老头子的心里 永远信业 我知道 现在这个状况 各位叔叔也很为难 今天喊你们过来 是我真的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创世纪这样一天一天地 毁在极绪纲的手里 只要几位叔叔鼎力相助 我相信 一定会有办法挽救的 目前这个局势啊 其实不宜做变动 不管是为了创世纪 还是股东们的利益 如果董事长还是继续刚的话 那么创世纪的股份持有者和投资人 将会认为有 与众心集团重组 或者众心集团借客创世纪 整体上市的可能 现在创世纪虽然是 业绩在亏损 但是他的股价 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 如果现在换董事长的话 我相信股价 将会马上大跌 我明白 你好叶小姐 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上吧 好的请稍等 请稍等 叶林 我继续刚啊 听说你刚才私下里 跟股东开了个小会啊 怎么样 顺利吗 怎么不说话呀 我